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在项目数、设备、CLC1、CLC1变量处双击添加新变量表 从命名为PanchUlit 双击打开变量表添加变量 输入以下变量 添加背景数据块 在设备、CLC1、程序块处、双击添加新块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DB数据块 将名称改为DB-PanchUlit 选择类型为全局DB 单击确定 在Static处分别添加以下参数 SystemState数据类型对象 SystemState 用于存储分别添加工单元 系统状态 包括初始状态、运行状态、停止状态、暂停状态、复备状态 Cylinder 数组数据类型对象 Cylinder包括三个元素 Cylinder0与冲压气缸相关联 包括冲压气缸的控制位 冲压气缸的状态 及冲压气缸下压副位状态 Cylinder1与手指气缸相对应 包括手指的控制 以及手指的状态检测 Cylinder2与伸缩气缸相对应 包括气缸的控制及气缸的状态 PushButton数据类型对象 包括启动按钮、暂停按钮、选择开关、集听按钮和复位按钮 NAP数据类型对象 NAP与加工单元的黄色指示灯、绿色指示灯、红色指示灯相对应 布尔型数据类型对象 Sensor与加工单元中 工件、检查传感器相对应 硬特型数据类型对象 AutoStep-PunchUnit AeroNumber-PunchUnit PunchNumber分别与加工单元的流程控制工艺部 抽代码以装配工件数相对应 加工单元、信号管理FC块编程 在项目数、设备、消C1、程序快处、双击、添加新块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FC函数 将名称改为FC-PunchUnitSingleManage 语言选择为SCL语言 单击确定 在FC块中添加以下程序 首先,我们编写七缸信号关联程序 输入按钮和指示灯关联程序 这里,我们用一幅语句进行复值 加工单元、状态值关联 输入以下程序 在设备、消C1、程序快处、双击、添加新块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FB函数快 将名称改为FB-PunchUnit-SystemStateDetect 语言选择SCL 单击确定 在in-out处分别添加以下参数 添加3秒定时器信号 将名称改为Start3秒 将输入信号设置为PushButton.Start 7T值设置为3秒 输入以下程序 同时复位 同时复位 初始状态 停止状态检测 输入以下程序 复位 复位状态检测 输入以下程序 加工单元 指示灯控制 编层及仿层调试 在项目数、设备、消C1、程序快处 双击添加新块 选择FB函数快 将名称改为FB-PunchUnit-NapControl 语言选择为SCL语言 单击确定 加工工艺流程控制部 Sensor 扎工单元光电传感器 指示灯控制程序 编写完成 函数调用完成后 单击工具栏中的编译按钮 对主程序进行编译 编译无误后 可进行仿真调试 单击工具栏中的 启动仿真按钮 单击装载 将程序下载至仿真POC 将POC置于运行状态 打开背景数据块 当前黄色指示灯停止闪烁 复位集听按钮 按下启动按钮 保持两秒 系统进入复位状态 复位状态下 黄色指示灯和绿色指示灯 残亮 按下启动按钮 保持三秒以上 系统进入 初始状态 黄色指示灯点亮 加工单元 指示灯控制程序 仿真调试完成 下面 我们对加工单元的 运行状态检测程序 和指示灯控制程序 进行调试 程序仿真无误后 下载到POC中 此时我们按下集听按钮 红色指示灯是点亮的 我们将系统进行复位 从初始状态开始 复完位以后 黄色指示灯常亮 表示系统初始状态正确 若此时我们改变初始条件 则初始状态不正确 黄色指示灯 以1赫字的频率散烁 这里我们给物料台 物料检测一个信号 黄色指示灯 以1赫字的频率散烁 表示初态不正确 或者我们将气缸 置于非初始状态的位置 初始状态仍然不正确 黄色指示灯散烁 初始状态正确 按下启动按钮 系统进入运行状态 绿色指示灯常亮 在运行状态中 可以执行加工操作 在运行状态下 按下集听按钮 系统进入停止状态 将集听按钮复位 按下启动按钮 保持2秒以上 系统进入复位状态 黄色指示灯和绿色指示灯 均点亮 按下启动按钮 保持3秒以上 系统重新进行初态检查 此时初态检查正确 我们系统状态 及指示灯控制均正确 调试完毕 加工单元 自动加工编程与仿增调试 在项目术 设备 Poce 程序快处 双击 添加新快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选择FB函数快 将名称更改为 FB-Punch-Persist-Auto 语言选择为SCL语言 单击确定 在INOUT数 新增以下参数 SystemState数据内型对象 SystemState 分别与加工单元 系统状态相关一连 将音信号暂时保留 PT值设置为 时间长数2秒 自动加工允许判断 输入以下程序 自动加工过程 输入以下程序 单击工具栏中的 启动纺针按钮 将程序下载至 仿真PoC 单击装载 单击完成 将PoC置于运行状态 打开加工单元 背景数据块 将背景数据块中 结构体数据展开 在工具栏上 选择转至在线 在程序转至在线后 单击背景数据块中 全部监视按钮 观察 加工单元背景数据块中 对应数据状态 当前 加工单元 处于停止状态 我们将状态进行复位 首先 复位集体按钮 复位气缸状态 我们将气缸全部点开 冲压气缸 初始状态 缩回 注意 我们要找到信号处 缩回状态 手指气缸 初始状态为 松开 注意 手指气缸只有一个传感器 作为 手指气缸 夹紧检测 因此 松开时 对应的信号 为Force 伸缩气缸 初始状态时 伸缩气缸 伸出 我们按下 启动按钮 保持 两秒 系统进入 复位状态 刚才 老师按的时间 超过了两秒 因为上面没有看清楚 所以系统直接进入了 初始状态 并且当前初始状态正确 初始状态正确的情况下 按下 启动按钮 系统进入运行状态 我们将选择开关接通 表示在自动运行状态 在自动运行状态下 这里我们可以把指示灯关 关掉 在自动运行状态下 若按下 启动按钮 将允许 自动加工 好 我们将Sensor 变为处 第十步为 手指气缸 夹紧 找到Cylinder1 手指气缸 其控制位BAC 已经变为处 若夹紧到位 跳转至15步 延迟2秒 跳转至20步 伸缩气缸 缩回 缩回到位 跳转至25步 延迟2秒 跳转至30步 冲压气缸伸出 冲压气缸伸出到位 跳转至35步 延迟2秒 跳转至40步 冲压气缸 缩回 缩回到位 跳转至45步 延迟2秒 跳转至50步 冲压气缸 再次伸出 进行第二次冲压 冲压到位 跳转至55步 延迟2秒 跳转至60步 缩回到位 跳转至65步 延迟2秒 跳转至70步 伸缩气缸伸出 伸出到位 跳转至75步 延迟2秒 跳转至80步 手指气缸 松开 松开到位 跳转至85步 同时 以加工工件数量 变为1 并且 程序 跳转至第0步 等待 下一次 好 下面 我们进行自动加工 和手动加工调试 程序仿真无误后 下载到POC中 当前 系统处于初始状态 黄色指示灯常亮 表示初始状态正确 按下启动按钮 进入运行状态 在运行状态中 可进行 加工操作 加工分为手动加工 和自动加工 我们首先进行 自动加工调试 将选择开关 置于接通状态 当物料台上 有代加工工件出现时 系统自动进行加工 我们将代加工工件 放置物料台上 传感器信号检测到以后 首先 夹紧弓箭 将弓箭送至冲压头下方 完成两次冲压加工后 将弓箭推出 手指气缸松开 完成自动加工流程